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大生肖得到菩萨庇佑 钱财会快速恢复 世上能发财的人确实很多 数来有千千万 但是能够持续发财富贵的人 则趋值可数 五大生肖五行代才来 命中有福 菩萨庇佑 他们有望顺利度过这次的难关 可以说年年有余财 财运如虹 日日精进 事业上发展势头迅猛 接下来的几个月份 运势会好转 多喜多福运 生肖鸡秋时百寿 都在准备过冬粮食 只有鸡 依旧自由自在地出去觅食没事 而且到秋式鸡上的宏观 会愈发的鲜艳 也是在向止住鼠鸡的人 在秋式菜园广进 红红运当头 在性格方面的鼠鸡的人 也像鸡一样洞察力强 善于察言观色 精明能干 待人直率 欲试果断 进入五月份后 鼠鸡人将会迎接新挑战 鼠鸡的人善于再次抓住机会 事业上会走向新生或是新同事 要坦然的面对就不会招惹小人 一切将会顺其自然 财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生肖鼠 鼠鼠的人呢 在今年运势都是非常好的 不过今年一开始就面对经济的冲击 多方面都压力 鼠鼠的虽然生活或者工作 那些看似埋藏的陷阱的事情 暗地里的都是会进展顺利 在工作方面呢 生肖鼠的有降星护驾 两个与事业有关的急星照耀 工作上有向上发展的趋势 会有领导赏识你的能力 声明地位都会有所提升 鼠鼠的人工作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 会有小人当道 今年有晋升良机 接下来的几个月 需要比以往更强大的抗压能力 和应付危机的能力 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鼠鼠也能遇到自己命宫中的天意贵人 发挥重要作用 如遇到困境 不妨寻找有能力的人 或者部门领导 协助自己倾听专业人士意见 以找到解决办法 扫除困难 生肖龙 只要对方人品背景 没有什么大碍的话 是可以长久发展下去的 而在于工作上属容得在接下来的日子 不怕艰难险阻 乘风破浪 财源很旺 但在这里提醒各位 要注意与自己伴侣之间的关系 最近的疫情影响下 见面少了 在此而由于你因为工作 而减少了对伴侣关心 加上两人平时相处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无畏 不想感情出现危机 要增加一些趣味性的相处方式 财运会有财星加持 会逐渐看到收入回流 只要坚持 千万别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生肖牛 属牛人身上缺乏些浪漫气息 容易被周围人嘲笑 或者落为被鄙视的物件 但是其骨子里的冲劲很强 欲挫欲勇 不断开拓未来之路 他们命中有大财 在未来的几个月 得到菩萨的庇佑 命理极心高照 祥云飘满家门上空 事业上会在近期得到迅速发展 持续增财 钱财会快速恢复 家财可达万贯 生肖马 属马人天生就是乐天派 遇上任何事都会勇往之前 阻碍就当是吃青菜 加上富有理性思维 没什么能难倒他们 他们会把情感都掩盖起来 以至于你不知道 他们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因此常常有一种神秘感 如在雾水之中 但其心智坚定 做事巡礼 很懂策略 效率很高 命中有财 最近的经济困境对属马人来源 虽然打击不小 但属马命理就是带财 在财锦新君的持续带领下 财运持续旺盛如火 事业非腾洗财不断入账 难无大慈大悲观 实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福气满满 天生皇后命的五大生孝女 婚姻幸福美满 既有钱花又有人爱 对于女人来说 何为福分 圆满的家庭和富贵的生活 就是最大的福分 所谓皇后 为皇帝正妻 更有母仪天下的奉范 一辈子万千宠爱 地位尊荣 虽说现在已经到了现代 但也有不少有福气的女人 生来如皇后 一辈子从不缺钱 还十分得宠爱 一起看看都是谁呢 熟马女 熟马女心态乐观 为人阳光活泼 积极向上 她们生来就是有福之人 不仅出生家境叫好 还能嫁个有潜力的老公 婚后夫妻俩能够夫唱夫随 共同经营事业 因此丈夫的事业 在她们的苦心经营之下 能够蒸蒸日上 越来越红火 所以这种女人注定就是皇后命 今生不缺钱花 属猴女 凡是属猴的女人 不管长相如何 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出众 福气与生俱来 就算穷一时也能得宠一辈子 属猴女的气质和桃花韵 都会让很多女人羡慕不来 不管高矮胖瘦如何 属猴的女人就有股贵气 打扮得艳丽但不俗 聪明更善解人意 能知男人心中所向 所以注定吊住 她们的胃口活一生 迷人又下福 这辈子活得就像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皇后 属猪女 属猪的女人大多憨厚老实 为人狠事低调谦逊 从来不喜欢计较 也没那么多狠毒的心思 她们觉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可以了 少管别人的闲事 所以这样一个民事里的女人 运气也是不错的 属猪的女人 也是天生自带满满的福气 不管是工作还是爱情 都要比周围的人顺利很多 也就是天生的皇后命吧 所以注定她们有钱又有桃花 属猪女 今年出生的女人性格率真直爽 热情大方 大大咧咧 个人魅力强 身边从不缺少异性追求者 有什么说什么 做事更是能力出众 想法独特 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的相助 属猪女从出生开始 就喜得菩萨保佑 凡事顺风顺水 注定嫁好男人 不是有钱人就是钱利骨 婚后越来越有钱 越活越年轻 属羊女 属羊女天生就性格温柔善良 会致蓝心 所谓女人越柔 男人越往 属羊女的柔 能够给丈夫带来旺盛的财运 因此家里会有与属羊女的存在 而变得温馨无比 也所谓妻贤富安 妻子贤惠了 做丈夫的就可以安心事业 所以嫁人之后 生肖养女总能望夫发财 使得自己逐渐过上富贵生活 因为教子有方 他们母仪天下的范儿 十分凸显 能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等孩子长大了 更多添了一份来自后代的孝顺 这辈子无论何时都不缺钱不缺爱 幸福更甚皇后 老公更是把她当小宝贝一样宠 难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裁缘广进 孝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次回予的心愿